你好,我是鲁道夫智人 开启了一场关于三个智能物种同时存在的有趣辩论 鲁道夫智人生活在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中 有一个占主导地位的男性对群体行驶支配权 由于婴儿的早产 我的物种花了很多时间来照顾他们 这加强了群体的联系 我们与哈比利斯人有强烈的竞争关系 当地动物群包括今天可以识别的动物 如犀牛、斑马、狮子等 我的物种是第一个建造工具来猎取动物作为食物的物种 你好,我是Homo Habilis 来自拉丁语的能人 我是一个古人类的物种 我的年龄在230到160万年之间 我的大部分化石遗迹都是在肯尼亚的奥尔杜拜发现的 我的名字Habilis是指与我的物种有关的石器的发现 我的手能够做出抓握的压力 以便制作实质工具 我的物种的脑部尺寸比奥托比伦人有所增加 据估计在510立方厘米到600立方厘米之间 此外,我的头骨更圆,脸更短,旧齿大 牙幼之后,没有齿细,也就是前旧齿和全齿之间的,分离 我的手指和脚趾是弯曲的,表明我们仍然使用树木 我的物种主要是一个青道夫 此性的双足姿势导致骨盆缩小 从而导致更早的出生 这意味,这有更多的时间花在照顾婴儿上 因此需要维持强大的社会关系 这将转化为文化的发展 你好,我是Homo Orgaster,意思是工作的人 我居住在埃塞俄比亚、坎桑尼亚、肯尼亚和厄利特里亚的地区 我大约有190万年的历史 气候非常干旱,干旱持续了大约10万年 我的头颅容量为880立方厘米 身高为1.60厘米 体重为65公斤 其他身体方面的变化是调节内部温度的方式 产生出汗,导致体毛脱落 同时呼吸也不再只用口呼吸 开始用鼻子呼吸 这使得能量和氧气的储存量更大 导致更大的移动能力 这对在草原上的生存至关重要 我的物种是第一个能够离开非洲大陆的物种 适应地球上具有不同气候条件的其他地区 我的物种学会了生活 我们因此能够生活在更冷的地方 并获得更多种类的食物 这在进化方面带来了众多的变化 我的物种在复杂的工具制造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其制造风格被称为Acholian 为了更有效的狩猎而进行的集体协作 可能是语音发展的出发点 你好 我是直立人 我的物种生活在190万年前到11.7万年前的下更新式和中更新式时代 我生活在东亚 尽管在非洲和欧洲也发现了化石遗迹 我的颅骨容量在900到1200立方厘米之间 身高可以达到6英尺 与今天的人类非常相似 我是一个狩猎者和采集者 吃的是杂食 亚种包括 爪哇人拥有大脑中控制语言的部分 尽管不知道他是否真的会说话 北京人留下了使用火的证据 以及用其他石头制作的骨盒木的工具 孤独的人 原产与爪哇 拥有一长先进的文化 他能够制造复杂的工具 蓝田人 以复杂的雕刻物品为特征 如鹅卵石 并知道如何使用火 南京人 化石是在中国南京附近唐山的葫芦山洞中发现的 圆谋人 在中国云南省的圆谋地区发现 并发现了相关的工具 非洲直立人更现代 使用一种叫做Acalian的技术来制造工具 而亚洲直立人则使用欧多位技术 你好 我是所谓的前人 而我被认为是欧洲最古老的人种 最初来自非洲 我也是现代人和尼安德特人之间最后的共同祖先 我生活在大约90万年前 我的物种已经灭绝了 大多数个体身高在160至185厘米之间 体重在60至90公斤之间 外形健壮 具有古代和现代的特征 这决定了一种进化的混合体 我1000立方厘米的大脑 比今天1300立方厘米的人类还要小 我可能是第一个穿动物皮毛 作为外套的人种 因为我暴露在寒冷的冬季温度下 他们是游牧民族 以猎取公牛 野牛和鹿等动物为生 他也是一个机会主义的捕食者 收集水果和蔬菜 他们生活在40至50人的群体中 预期寿命约为40年 狩猎工具非常简单 有骨头 树枝和一些石头组成 以简陋的方式加工 他们用泥浆和血的混合物 发展出非常触及的绘画 更多历史视频 请访问视频描述中我的频道 下一个视频 尼安德特人 你好 我是尼安德特人 我生活在欧洲 近东 中东和中亚地区 在距今两三万年至四万年之间 我的物种已经灭绝了 各种研究表明 现代人和尼安德特人 有一个共同的起源 以及两个物种之间的杂交 我有一个比现代人 更强壮的解剖结构 有一个宽大的胸部和臀部 四肢短小 我的头骨的特点是 眉毛处有双拱骨 前额后退 没有下巴 颅骨容量比智人的大 在我们存在的二十万年里 尼安德特人的人口是相对稳定的 仅在欧洲就有大约七千人 我的灭绝原因不明 但有几个假说 智人的扩张和对资源的竞争 我们没有防御措施的 疾病的传播和杂交 未能适应气候变化 还讨论了大约三万九千年前发生在意大利的一座超级火山的爆发 在欧洲和欧亚部分地区留下了火山灰云 更多历史视频请访问视频描述中我的频道